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同样一个镇央又发生了规模5.0的地震 而在9.01的时候又发生了另外一起规模4.1的地震 今天早上的这起规模5.0的地震 镇央是位在南投县政府东偏北方34.6公里 地震深度16.8公里 属于极浅层的地震 南投以及台中有四级的镇度 彰化 苗栗 嘉义 云林等地区震度则是达到了三级 另外在台北也有一级的震度 同样也是地震的消息 就来看到中美洲国家哥斯大黎加 大约是在台湾时间今天早上7点半左右 则是发生了一起规模6.1的强震 这起地震深度只有15.9公里 同样也是属于极浅层的地震 镇央是位在哥斯大黎加南部地区距离首都大约只有170公里左右 由于发生在内陆规模又达到6.1 又是极浅层的地震 美联社等外国媒体的驻地记者都表示 明显感受到这起6.1地震的摇晃 至于在印尼印尼龙木岛 这个月初才发生规模6.9的强烈地震 星期五晚间在外海的地方又传出一起规模6.5的地震 这次震源深度超过了538公里 属于深层地震 地点与之前龙木岛的镇央相距只有500公里 所幸并没有进一步传出灾情 当地政府也没有因此发布海啸警报 还有新闻当中要持续带您来关注的 就是正值雨季的印度这个国家 它的西南部喀拉拉省可以说是水患威胁 严重加剧 死亡人数现在也不断地往上攀升 当地气象局预告接下来还会有大雨来袭 灾情恐怕越来越严重 从空拍画面可以清楚看到 大片家园都泡在泥水当中 超过一星期的连续大雨 造成了印度喀拉拉省至少320多人死亡 22万人流离失所 还有6000人等待救援 其中以北部还有中部地区的受灾罪为惨重 当地政府表示全省有一半以上的地区电力中断 影响超过了100万人 另外总计是有上千栋的房屋毁损 1万公里的道路毁损或者是中断 印度自从6月雨季开始以来 已经造成至少800多人死亡的消息 新闻焦点转回到国内来看看今天的健康密码 要带大家了解这个数字0.8 因为要关注的就是长辈们在家里头或者是出外的时候 容易因为跌倒而产生意外 这跟机力不足有相当大的关联性 医师就表示了简单的判定原则 如果老人家走路速度小于每秒0.8公尺的话 就要担心可能是机少症的风险提高 哦 水 一百的哦 一 二 双手灵敏的沈阿嬷 其实之前因为失智跌倒 卧床一年多 双脚萎缩在媳妇坚持下 到复健机构规律运动训练 现在状况大幅改善 肌肉占人体的30%到50% 上了年纪体力衰退 没有运动习惯也会慢慢流失 张正如果走路的速度小于每秒0.8公尺 就要担心有肌少症的风险 肌少症只是表现在你的肌肉方面而已 那心脏打出去的血 去推动这些肌肉 所以你还能跑 到你都不能跑的时候 当然是从心脏到肌肉 到你的消化力 你的肠子的肉 也都少下去了 简单的判断 可以用双手 食指 大拇指 围起小腿肚最胖的地方 若还能塞进一两只手指头 就有肌少症的风险 一是也提出运动处方 针对肌耐力 肌力 平衡 及柔软度做训练 你不运动 你的那个最大心肺功能 就慢慢慢慢就掉下来 饮食方面建议多补充蛋白质 是最重要的 也可以多吃全骨类食物 蔬菜以及坚果 术食来讲的话 我们有会建议说 假设你50公斤一天就是5份 60公斤一天就是6份 以此类推 那如果说是豆干40克 就是两小片 那像是传统豆腐80克 其实就大概半个传统豆腐 那鸡蛋一份就是一个 现今许多社区活动据点 都提供预防失智 乐活运动等课程 要活就要动 鼓励长辈多多参加 维持肌肉量 也能提升生活品质 延长寿命 打开新闻花莲综合报道 公费一乐媒系列专题报道 今天要带您认识 在台东泰玛里卫生所服务的 王以凡医师 他是台东出身 桃园长大 辞大医学系公费毕业之后 第一个选择就是回到家乡 提供医疗服务 没有专属司机 泰玛里卫生所唯一的医师 自己驾驶巡回医疗车 载着护理师准备提供行动医疗 台语在医病沟通中 扮演重要角色 王以凡医师是台东布农族 刚满36岁 在桃园长大 自己的母语几乎不会讲 但是却苦学台语 因为泰玛里人口组成 是三分之一原住民和三分之二汉人 因为这边的病人都很熟了 所以我们大概就是聊天 然后从聊天当中知道他的状况 但是在医院的那个比较快速的情形之下 我们没有办法去很深入的聊天 因为除非他是一直来你这边的人 不然很多医院的病患 有时候你可能就是来看几次就没有 就没有发了 在偏乡行医 王以凡从一般感冒 眼睛疾病到慢性病 关节退化等等 等于内科 外科 儿科 骨科 甚至是妇产科 通通都要看 没有所谓的专科 一开始会比较辛苦 是我要怎么从小儿科的领域 去general到老人科 或是成人科 那其实以前在上班的时候 就是好好自己磨练自己的实力 跟我们下降的时候 其实他们都会有一些课程 让我们去重新再复习 或是重新再调整我们 看病的一些思考的方向 王以凡 慈济大学医学系毕业 是标准的医疗公费生 台北新光医院 结束小儿科住院医师训练后 选择到泰玛里乡卫生所服务 公费下乡不是无奈的劳役 反而是找机会试图翻转 偏乡医疗困境 给王医师看几年了 我在这边 是好几年了 中间换过几个医生 我在这边看的他是第二个 第二个 医疗很坏 很不坏 我感觉医生还不坏 都要去外面钓来 如果要开一个大堂 就要去外面钓医生来 很辛苦 所以感觉站在医生不是摄鼻 摄鼻也不太好 摄鼻不是感觉比较好而已 医疗资源比较缺乏 尤其是我们南维县这边 我们台东县的16厢镇里面 医疗资源最缺乏的应该是我们 就是我们南维县这四个厢镇 最后台马里已经蒙到达人这几个厢镇 台马里 台湾本岛每年元旦最早迎接第一道曙光的地方 相对的 却是医疗资源长期不足之地 整个台马里箱包含牙医 中医和卫生所在内 只有五间医疗院所六位医师 要服务一万一千多人 以医师比来看 等于一位医师要服务一千八百多人 远高于台东县的一比七百三十 和全台湾平均值一比五百零七 尤其地方卫生所的功能 更是一处健康守护站 跟小朋友出生打预防针 然后青少年的性教育 到中年到中老年的糖尿病防治 长期招呼 还有老人家过世以后的行政相宴 所以我们大概从生老病死 大概都通通都包了这样子 今年王亦凡在太马里服务满四年了 再过三年 当公费下乡约满后 这位年轻医师的下一步 他早有规划 我觉得我自己还是喜欢在医院服务的那种感觉 还有医院服务的成就感是不一样 尤其是对于这个年轻的公费医师或心经医师来说 其实他们都会希望能够 透过比较多的患者的这个诊治的经验 来累积他们的技术跟实力 那相对来说在偏乡因为患者数少 那交通比较不方便 那所以相对来说可能我们的门诊量 或者是我们的医疗收入就不是那么多 当热情敌不过现实考量 医师的抉择 点出了偏乡医疗 留不住年轻医师的关键 毕竟服务期满了 就会有人来接棒 使得年轻医师不愿意留在偏乡体系 而是回到大医院继续磨练 这样反而会使得专科领域更加纯熟 或许对天乡医疗的结构问题 想要得到减号 政府还是得端出下乡诱因 才会满足需求 好继续来看一个现场消息 从昨天开始在台中敬思堂 一连三天会举办的是 7月吉祥孝亲祈福会的活动 那么今天早上 目前正在台中敬思堂举行 希望传达的是行善行孝 以及摘戒护身的正知正念 那么目前我们透过现场画面 来看看这是由张义军老师 所带领的团队 要演绎的就是对大地的爱与慈悲 爱是青春临前 爱是青春临前 是照顾黑暗的曙光 是春间的风险 幸福的信念 幸福的信念 好 这是我们在台中敬思堂 所看到由张艺君老师 所带领的团队 演绎佛陀的爱与慈悲 透过悠扬的乐身 搭配优美的肢体动作 让大众了解到 对动物以及万物的 所有爱与慈悲的观念 这是我们看到 在台中敬思堂 目前正在进行的演绎画面 那么其实说到了 每一段的演绎 其实背后都有 包括在禁思鼓队的部分 每一个成员 参与了这次演绎之后 面对佛法 都有自己不同的体悟 总是觉得太快了 可是也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留他了 难舍也得舍 先生罹患肺腺癌 发现不到两年 离开人世 就是因为这样的因缘 让他两个儿子 能要进到慈悸来 也是 他也是 应该是很大的安慰 演绎父母恩仲难报警 吕成岳李毅凯兄弟 惭愧过往 声色不够柔和 讲话就是很快这样子 有什么事情就爆发出来这样子 和颜乐社这件事大家都会讲 但是真的做到是蛮困难的 弥补遗憾 把思念化为最大祝福 兄弟俩全心投入 就连日前忙着处理爸爸后事 彩排也不缺席 把我们的体会到这件事 然后父母恩仲难报警 想传达的事让更多人知道 同样因父母姻缘走入慈悸的 还有他 刘悦翰 从小父母离异 过着单亲生活 不会不谅解 因为我知道妈妈就是有她难处 对啊 其实我觉得还好她有离开 对啊 因为不然她人生应该会 少了磁器这一块 因为她在我们原本的家庭 是应该是没有机会接触 跑步运动锻炼好体能 跑步让我比较思绪 其实比较清楚一点 训练身体稳定度 下苦功是为了演出更扎实 一练再练 每个动作要求自己精准到位 想多付出一点 还承担种子随时补胃 也开始入宿 演绎怀胎对妈妈的爱更加倍 你更了解就是每个妈妈 在这十个月的过程中 妈妈的身心的变化 有她就是接触磁器这一块 我才有机会也先接触到 演绎说法传效到 也是自我修心修行 再来看到夏威夷 在今年四月大雨沉灾 慈禧志工发放急难救助金 让受灾相亲 能够尽快渡过难关 I could move in and the total was 900 and I had 300 left in my wallet so I got six today the support is technically gonna give my daughter and I two months of stability to try to hopefully figure out where to go and what to do thank you very much it's a miracle to us at this point anything that we're getting is just absolutely just phenomenal you know we're just appreciative and we're just living a day-to-day restoration and just picking up to pre-disaster form everybody bring up the love and they'll be happy the society will be more harmony and everybody will live in a good life so it's great love that's the sea we try to plant it this area has no river but what happens is the pasture is right next to our home and many homes and the water accumulates in the back of there and what would happen that the water would come inside here um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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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 did come all the way in to this whole place went into my my sister area and then right above of you folks where we had rain coming in it was um coming right down to the floor and the samaritans helped us to take this part out above of your head this is for the master my love and aloha to you i will sing hanalei moon for you when you see hanalei why moonlight you will be 表达感动与感恩再来看到慈吉巴西联络处7月底 举办议诊服务也为若市居民免费佩戴眼镜 大排长龙的队伍都是求诊若渴的若市居民 很多都是远从三四小时车程以外的地方前来 慈吉巴西联络处化为专业医院用一诊度过成立26周年庆 牙科设备比照私人诊所等级 让没钱看病的患者终于能摆脱牙疼顾疾 帮助大家讲一些管理口腔的卫生的重要性 它防止很多的病发生 中医科居民的接受度相当高 药局药品更是一应俱全 眼科诊疗相当仔细 还分设有艳光室和配眼镜区 我来到奥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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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工作这里 我还需要奥医院 我们的医生你看从一开始到现在 我看都是二十几年 二十几年当中 这个历史真的也不简单 担心乡亲们饿肚子 志工早就设想周到 被妥舒适Buffet一同享用 18位医师加上136位志工的付出 让900多位患者的病苦愁容转为笑容 在新闻 珍善美志工陈首勇 李金满 陈朝堂 巴西报道 唐教室在南美洲看到 慈禧人在智利这个国家 看到了有需要的地方伸出援手 智利慈禧志工搭乘夜车 要前往原住的地点 康塞浦西翁市 刚上任的温耀珍大使也特地前往 非常感动 他们是怀着热忱 虽然这个旅程大概有将近七个小时 但是一点就觉得不会疲劳 一个月前 印国会议员恩里克要求 为洛叶松学校搭建遮雨屋顶走廊 为求好品质 社区志工是一肩扛起 展开十天的工程建设 还有人因此而受伤 我觉得这些是一肩承起的 是一肩承起的 那是一肩承起的 那是一肩承起的 一肩承起的同志 除此之外 也希望能为看护者协会 提供监控摄像镜头 志工亲自送来 让孝顺的儿子 天天都能和九十多岁的老母亲 打招呼 拉米雷社区 极需要一年的物资援助 茨基也在勘查后立即采买 国会议员对志工的效率十分赞叹 特地举办这场捐赠仪式表达感恩 志工也借此机会进行 简单隆重的吉祥月祈福会活动 彼此献上祝福 也分享了幸福的喜悦 大海新闻之间的美志工 智力综合报导 节目 中国小车 遇到百度大沙 最终感受是碧 Erin manicred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现在最后来看到美国南卡罗兰娜州有三只新生的狮子公开亮相 同时邀请民众帮他们取名字 以上就是这一节大爱十点新闻 感谢收看我们再会